國興鄉北港村一位理性農民 前年向代信地主承諸約六分自由土地 並申請檢驗水保計畫金縣府合可 在去年初進行整地時 卻被林務局南投林管處 控告涉嫌違反森林法等五項罪名 案件經過一年多的偵辦 檢方已不起訴處分 農民認為在私有土地耕作卻被提告 有濫訴擾民之嫌 並且當初在林務局相關人員呂勘時 針對他們提出相關文件證明解釋 回復的態度上也不聲友善並且質疑提告 雖然案件中貨不起訴處分 但因非單一事件 因此農民也透過縣議員葉仁創陳情 雖然他們尊重林務局承辦人員的職責 也希望透過民意代表反映 希望相關承辦人員 對於這些農民能夠更溫和 不要讓他們心生恐懼 看完之後 他告訴我 你這件事 我聽得很大聽得很熟 林務局 他告訴我 你現在你犯的 這是行法 你要去管 將來警察局都不會去的 現在警察局都不會去的 現在警察局都很煩惱了 堅守職責無可厚非 但是針對這些年紀比較大的農民 說話語帶讓人心生畏懼之意 是否恰當也值得來檢討 並且針對這次的案例 若是承辦人感到農民開墾有所疑慮 是否能夠以書面或是協調改善等方式處理 而不是以提告為手段 讓農民正常申請卻無法跟作 所造成的損失該由誰來負責 你沒有走程序正義 然後你用公務人員你自己的看法 然後讓地方的鄉民 鄉親認為說 你好像在恐嚇我 讓他心生畏懼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種很 要不得的所謂的官場文化的一個作為 你要執行你的公務 公務人員的職責你要負 當然我們都很認同 但是針對這個地方 人家的見解的位置也都很清楚 然後後來舉證也都很明白 甚至到法院判決也都很明確 那當初這個過程當中 你用這種擠進恐嚇的部分 跟你說你犯刑法你要公關 我覺得這個非常要不得 副議長潘一全也希望相關單位 針對農民無意犯罪之事時 相關農事林業單位 應該以勸導改善為手段 以較為溫和的方式來讓事件圓滿 採示公職人員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記者陳偉一國信箱採訪報導 每個信箱的位置都在要找到 考慮嗎 我們在有什麼 相關的南方式 我們在這次 我們有的